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櫻花搬到屋裡 年輕媽媽帶著小朋友室內賞花 還能一邊趕杯慶祝 跟在戶外幾乎沒兩樣 家裡的心情 會選擇談話 因為是花粉症 所以外面的情況有點嚴重 不想出門吹冷風 不想忍擠人 又不想得花粉症 越來越多日本人 選擇在室內賞假花 價錢還不便宜 一個小時要價台幣一千多 也有酒吧搶工小資族 變身櫻花遊樂場 讓人邊品酒邊賞花 還有專業設計師 邦尼把自家裝飾成粉色花園 一個月要價約台幣兩萬六 儘管價格貴桑桑 但對過敏族群來說 卻是純寂福音 觸摸看起來就知道 增加了 花瓶瓶獨特的柔軟性 觸摸看起來就能夠解釋 但這樣就沒有心情 當然賞花還是看真花才過癮 日本氣象廳預估福岡 東京櫻花將在月底滿開 大阪則是月初 白海道則要等到五月 又專家發明預測妙招 只要氣溫相加 達到設市六百度 東京櫻花就會盛開 今年日本賞花多了更多選擇 不論戶外 室內 都能迎接春天 三连新闻中导